在鴨皮淋上酒火,鴨皮也被炙烧得脆脆的,就是这道招牌菜火焰片皮鸭, 精选重约3.5公斤的北京鸭味食材,鸭腹放入八角,五香粉,盐,糖和特制酱料腌制,再以热水汆烫,淋上鸭醋水提升脆度,焦糖色外皮香酥可口,肉质软嫩不干柴,不仅考验主厨烘烤功力,也是掏客指名地点美食,也就是这道招牌菜让移工连续5年独霸台湾米其林三星。 三颗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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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吧 移工 移工 恭喜,请上台 恭喜 谢谢这五年来美其林给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谢谢移工的客人 对我们的移工的支持 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的荣耀是来自于我们的移工的团队 谢谢各位 在米其林二星得奖名单,共有7家餐厅获奖,除了其天本直接消失在米其林餐厅名单,其他7家都是延续去年得奖名单 对我们的移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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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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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